哈喽大家好 今天给大家分享台服1-70区的最新进度 第一区目前时间大亨1-1的战役 后面8200万6350万 马上到了二区 二区就是我们的九哥陈寗九 第一名是5800万 他跟陈寗九的战役差不多 第四名叫做我没钱 第五名是老玩家卖火柴的小女孩 马上到了三四区 哇 这边第一名是9500万的战役 第二名7700万落后了1800万 当然这一区平均战役的水平 我认为是非常高的哦 好了 马上接下来到了五区六区 我们再来看一下这边哦 第一名五千万 这一区感觉比较修行一点 不过很可惜的地方 前面几名似乎有一些退坑啦 好了 准备进行下一个伺服器 7区 8区 9区 这三个区合并在一起 OPD无聊人 5279万 也是一个比较修行的伺服器 清一色都是OPD 马上到了10区 11区 12区 这边也是非常多老玩家 好 我们再往下看 到了第七名 就到了3890万 也是一个比较轻松的伺服器 13 14 15区 哇 第一名8136万 这里的第一名跟其他几名工会是不同的 也是一个香港人 这一区平均的水平也是蛮高的 4300万的战力 接下来到16 17 18 19 有4个区合在一起 第一名6 940万的KOC 其他PROBI 也都是老玩家 还有红哥 OK 我们再往下看 20 21 22 23 这里又有谁呢 也是6600万 飞宁炎K仔 前面几名通通都是同一个伺服器的 第六名错开了 OK 我们再前往 24 25 26 5又来咯 这里第一名4500万 哇 超级休闲啊 是目前看到 战力平均水平最低的一个伺服器 当然不是不好哦 这里也很好哦 很快乐哦 我们再往下看 27 28 29 S级 N世代 7200万的战力 比第二名高了1000万 第二名比第三名高了800万 大概到了第十名 就是三字头吧 好了 我们再到下一个伺服器 下一个伺服器究竟有谁呢 哎呀 这个是谁啊 7 540万 游戏狂人 第二名 櫻木滑岛 6680万 还有幻影团长 当然这个伺服器平均的水平也算是不错哦 还有很多老玩家 下一个白虎仔 大渡男 天青假面 马上到了台湖33 34区 这里第一名 6400万 直接把第二名追过了1800万 也是非常厉害的玩家 当然这个伺服器还有狂人的一些好朋友以及观众 怎么这里也有一个红哥啊 还有一个古道上的海拉 好了 到了35 36 37 风流大队长 在怪人组有一个非常优良的表现 他直接领先第二名 2000万的一个水平 也是很狂 马上前往 38 39 这里又有什么高手呢 第一名 草泥马 第二名老头 5830万 这个伺服器也偏向休闲伺服器 第八名就是三字头啦 OK 马上前往 第40号 伺服器 这里又有谁呢 西门 吹牛 6900万 领先第二名 1700万的战役 后面还有 雷米勒 也是老玩家 2022年 托坑 好了 马上再来看一下 电玩教师 他的战力现在多少呢 4243 4445 四个区合在一起 第一名 罗伊 10352万 这次领先了第二名 300 不对啊 是3500万 有点可怕 当然 这个伺服器 还有屠龙工会 也是表现的相当出色 我们马上再前往 46 47 这里又有谁呢 妖精尾巴工会 第一名 5780万的战役 大概到第12 13名 14名 三字头 OK 我们再往下走咯 48 49 天幕 天幕 8400万 前面两个很狂 还有一个美女 美女 Bobo 8380万 第三名也有6300万的水准 到了第11名就三字头啦 前面几个特别狂 好了 我们再继续往下看 这一次 50区 51区 这个伺服器非常特别 他们的名字都是由英文跟数字组成的 每一个都有自己的编号 是不是看起来很特别呢 好了 我们马上到52区 53区 这里的第一名 5400万的战力 龙利洛也是老玩家了 有一些名字狂人还认得出来 史丹利博士是不是退坑了呢 没有看到工会 接下来到54 55 这里的榜一 香港代表小刚 也是一拳超能老玩家 包括QQMAX 同时 同时小刚的战力也抵达了一亿大关 这边还是很多香港代表 还有台湾代表是不是 还有佛系大牢 OK 我们再往下看 接下来 56 57 58 59 还是四个区合在一起 哇 NEMBA 8240万的一个战力 领先第二名3000万 也是很狂 好了我们再往下走咯 60区 61区 62区 浪漫 浪漫B条 也是一个很棒的玩家 跟土豆一样 常常在无尽战区都会看到他 这边总共分成两个工会 接下来63 64区 第一名也有7430万的战力 领先第二名1700万 不过到第8名又出现三字头了 接下来我们到65 66 67区 这里第一名7000万的战力 也是非常厉害 第二名6300万 包括丽花正人也是老玩家 好久以前就看过他了 这区的战力也是OK 我们再往下看咯 686970 钢铁 6460万 跟第二名K哥之王第三名 战力都很接近 第四名的战力也不错 这边到了15名才出现三字头 好啦剩下的我们下一集继续介绍 接下来狂人青铜组的恶狼又来了 今天对决同地 能不能一击必杀呢 爱以第一下没问题 127万 随便进入第二场 没有碎片 第二场又没有碎片 172万 有了 这一次有一个碎片 那第三场呢 这一下还是没有能够解决 同地无情的一个晕眩 又轮到恶狼了 好了那看完今天影片 你应该对台服前面七十区 大概有看到了一千个大神左右 哦耶 这一场有没有碎片啊 好咯 那么今天的影片也准备 准备告一段落了 我们明天再见了 我们明天再见了